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哪里有问题 你好 我是小芬 你好 我是美玲 国外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 像是英美 德国 香港等地的金融体系 其实他们已经在这两年开始大力的推进 还有大力的发展他们的数码银行 我们就是Digital Banking 提供给消费者更多元 更方便的一个金融服务 甚至也可以被称为是在线的金融超市 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 有移动网络 保险 银行 旅行 还有一些忠诚度的计划 比如说Loyalty Program等等 那么在东南亚 我国是自己新加坡和菲律宾之后 搭上数码银行去世的国家 那么在面对金融界的一个重大改革之际 其实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我们就看到大马国家银行 在今年开放长达半年的数码银行执照申请 国行将会办法最多五张的数码银行执照 那截至6月30号截止日期为止 我们得知国行已经收到了50多份的申请 来缴组数码银行执照 当中就有包括银行 工业科技 电子商务 金融科技 还有州政府等等的这些方面的企业 不过招包结果是预计在明年首季才会出炉的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哪里有问题 我们有立科技学院创办人 刘哲涵 我是Dr. Lau 来和我们聊聊数码银行 是否会对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呢 Dr. Lau你好 嗨 Dr. Lau 你们好 还有这个City Plus所有的听众 大家好 那首先当然想要请教一下Dr. Lau 您是专家 我想请教一下Digital Banking 这些所谓的数码银行 跟我们这些conventional的传统的银行的差别在哪里 那当中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竞争优势 是传统的银行做不到的呢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从服务上来讲 其实银行就是银行嘛 它就是一个帮你保管一个钱的机构 对不对 那一般的服务就是让你存款提款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附加的 比如说贷款保险这些金融业务 那从技术上来讲 数位银行或者数码银行 英文又叫做Neobank Digital Bank 然后在一些欧洲国家 它也会被称之为挑战者银行 那我们这边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全数码的银行 不像是那种从传统银行 再提供你另外一些附加的数码服务 所以它就是说完全通过线上 而且没有实体银行 就是完全通过互联网的服务 然后也没有说让你可以到线下去 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 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这些数字银行它经历过了三个阶段 就是说自动化 电子化和数字化 那不管是哪一个阶段都好呢 它其实达到了目的地 它就是让我们代替银行这些柜台人员的工作 所以它让你减少了人力成本 然后提高了你的交易效率 那第二点就是说线上服务 它可以让人们全天后都可以进行服务 那你如果还记得的话 以前我们只能在特定时间 就是银行有开放的时间 才可以到银行存款提款 那其实这个是很不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因为我们其实在那个时间 我们也需要上班 所以你要去银行的话 你就要拿下去 所以有了自动提款机 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第三呢 这个也是我觉得在 从我的角度出发来讲 因为数码银行它有更多的资料 它可以全面的利用数据和云端科技 去提供更精准更客制化的服务 所以这些就是它数码银行 跟传统银行的差别 还有竞争优势 那想插一个 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伊斯兰的数码银行执照 它和普通数码银行的执照的差别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他们所谓的伊斯兰数码银行 或者说Sharia compliance的话 它里面还有包括很多的 比如说宗教教育里面 你到底能不能放贷 那么你宗教教育里面 你放贷的话 你能够从中牟利赚取利息的话 这个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Sharia compliance 里面他要去考量的这个部分 那么多的话我就很好奇 像这个数码银行带来这么多的好处 那它有没有什么限制 就比如说我们个人存款方面 它有没有一个最高的限制呢 一般上来说 每一家银行 他们都会有自己 他们自己规定的一些规则 当然最主要金融服务来讲的话 或者是银行业的 他最担心的还不是说你存多少钱 或者是你借多少钱 因为你借多少钱的话 比如说你买卖房子那是汽车 它都有一个东西资产作为抵押 然后你个人贷款的话 当然它就会比较严比较紧一点 然后在存款方面的话呢 它比较担心的是你的挤兑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今天突然间 比如说像疫情现在的话 所有的人都挤到银行去 要大量的提款的时候 他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对 所以银行非常担心的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你这个人到底存了多少钱 在我们这里 因为基本上我们在 就是有一些网络的资料上 我们是看到说 在新加坡来说 他们的这个Digital Bank 在这个个人存款 还有这个公司的存款方面 他们是有一个顶线的 对对没错 因为它主要是这样子 在你申请要开一个数码银行的时候呢 它其实它的入门门槛 是比一般传统的这些 以资产为主的这些传统银行的要求低很多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为了就是回到我之前那个问题 你如果说它没有设置一个顶线的话 每一个这样子 如果它大量的把资金存入你的银行 然后它大幅度的要去提款的时候 那么它这些 因为它的资产量不是太高的情况下 那它的营运就会出现问题 这个没错 了解 好那至于在小额贷款方面 因为现在加上疫情 很多人希望在转行的过程当中 或转业的过程当中 能够跟金融体系来借一些小额贷款 这样子来帮助他们创业 那是不是代表说 如果是宋马银行真的是开始运行的时候呢 它的对银行业来说 它的坏降率会来的比传统银行的这些贷款方面来的低呢 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你说现在一般年轻人他们出入社会的话 我们也知道现在不管有没有疫情 这样说一般大学生刚入行的话 如果你是在雪隆地区的话 你的生活水平基本上跟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是入不敷出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说你要 对不成正比 你要去贷款买车也好 然后你可能存个投机款要买房子的话 那所以这样子的这些金融数码银行的话 他就对于这些我们所谓的社会新银人 或者是中小企业 他急需一笔 中小企业他们需要的资金来周转的资金 其实不高 其实不会太多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去贷款 银行还是看你几个东西吧 比如说你过去三个月的薪水单 你公积金有没有交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看你有没有一些定存这样子 最多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考量 那么如果是社会新银人 刚刚入社会 比如说25到30岁 这个年龄层里面的话 那我们如果有了这些数码银行 而且你们会发现到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 所谓的新来的玩家 就是刚刚要入这个数码银行的 他们都不是所谓原生的这些金融业者 他们不是银行业者 那他们手上拥有的资料呢 就比这些银行业者来得多 更加丰富 那他也可以从这些其他的行为 来判断这个人 他的信用评级到底在哪里 而不是单纯的从一些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传统的评估方法 所以对这些企业和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好那我们就来到这个现在 我们在竞标这样子的一个 license的部分 马来西亚我们看到已经很多集团 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 开始就是筹备 然后进攻到这个数码银行的领域 那其实请多客乐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如果说一家公司 他想要进入这个数码银行领域的话 资金啊 人力啊 或者是AI大数据的分析科技 这方面他需要投入多少呢 那好 根据我先从国航 国家银行的准则那边来讲的话 基础开发资金 在不受亏损影响的情况下 他大概需要保持三亿的资金 所以说他相对于传统那个实体银行 他对那个资产的入门要求是低很多 这我刚才有提到 那因为他是全数码的银行 所以他对他的资安 网络保安等等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包括他上线的时间 还有说他提供范围 这些服务等等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要有完整的商业企划书 他包括你的市场的大小 你什么时候入场 退场机制 然后假定说 这个银行到时你营运不散的话 你后面面对一些问题 也不是说你像一般公司这样 我要说倒闭就倒闭 因为这个对整体国家 不管是经济命脉也好 或者是整体国家在大局上来讲 形象都不好 所以这些等等 国航都会将这些作为考量 就是说他要不要批准和发执照 这些是最主要的考量 那么近几年 我觉得从用户的角度来讲 因为这个个人保密 隐私的这个战火越远越烈 所以在个人隐私方面 我们的要求也是相当的严格 那至于说你们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工智能也好 或者机器学习的话 这个比较多是在于他 建那个模型的情况 也就是说 你到底你的胃口有多大 就是在你批贷款的时候 还有他对于你各种不一样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从保险 这个附加服务来讲 我们现在的保险就是 他其实没有去判定 你这个人用车的那个频率 反正他就是看你的车的大小 对不对 看你的息息数 然后决定说 你这个一年要还多少入税 你一年要还多少保险 那这个方法是 就是一刀切 非常的不人性化 所以到时候 我觉得各家银行 他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铁的标杆 他就是不会说 你一定要达到这个等级的AI 或者这个等级的人工智能 但是各家银行在提交他们的计划书的时候 一定会百花齐放的用这些来说 我们比这家银行好 因为我们在人工生的方面 我们在机器学习方面 我们的数据比人家的多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的强项在哪里 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那么多个老呢 个人觉得就是在马来西亚 数码银行的发展前景 是不是怎么样了 我觉得从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不管有没有疫情 这个主要还是大家发展的方向 因为整体从金融业来讲的话 政府在课税 或者在征收税收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花费很多大量的人力资源 和人力和物力 去追踪一些我们所谓的那些 不管是坏账也好 或者说不合法的逃税 我们最主要政府每年亏损的 就是在这些项目 对没错 这些种种的项目呢 它如果都数码化的话 而且它是有一个数码的账本 可以让你去追踪 然后你通过一些简单的统计方法 就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同样是在一个地区 开的一家咖啡店 那你周围的咖啡店呢 他们每年交的税收 可能大概都在两万块左右 然后就唯独你这一家呢 你的税收在一万以下 可能个八千块 那政府就可以合理怀疑 你这个你的税收 你申报不实 然后他就可以从你的各种数据啊 收入支出那边呢 去做一个核对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 相对于说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现金来往的话 你基本上很难去追踪 嗯 ok 好那我们先请这个多哥拉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我想要请教多哥拉的就是 在这个数码银行在经营上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或需要准备好怎么样的一些人力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安全措施上 面对到我们的这一个金融体系大改革 朝代即将来临 大家不知道准备好了吗 那这个数码银行呢 即将要在我们马来西亚开始推行了 那在我们线上呢 我们邀请来自立科技学院的创办人 刘哲涵博士 来跟我们聊聊一下数码银行的一些前景 以及我们作为这个消费人啊 对民众啊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准备好我们自己 来迎接这个数码银行时代的来临 多哥拉你好 哎呀你好 嗯 那想请教一下多哥拉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在数码银行的申请上 现在有50多家来竞争 这样子要标到他的准证 对 那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在经营上 在operation上面 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比如说安全措施要怎么样 做好啊 技术上应该存在什么样的一个保护 有什么安全理由是需要注意的吗 嗯这个这个是个好问题啊 这个我们大概 如果我们往回推二三十年的话 其实以前实体银行 线下银行 其实也面对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你是一个防不胜防的问题啊 他你在那个保安做的再好 还是有人会想尽办法哦 他要去 银行 对银行 那线上银行还是一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 因为那个得到的回收太过诱人了 你就是说我们 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话说 你你做了这一单 对不对 你可能下半辈子都不用 不用愁 不用工作了 对 不用工作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尽办法 会要去 银行进去这种各种银行的系统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民众不需要太担心的 就是说 我们其实 我们国家 就是说大马呢 不管是在金融业也好 或者在银行业的保安 这个都是属于 世界前几名有名的 我们因为过去 发生过太多这样的案例 所以导致我们 久病成良医 我们真的是在各种 各种不一样的保安措施方面 比如说像TAC 那个TAC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3D认证也好 这些都是我国 都是首先几个国家 推出这样的措施的 就是因为在我们这边 发生过太多这样的个案 所以我觉得 从经营上来讲 这些业者 他们都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如何在线上交易 去利用各种 不管是加密手段也好 或者是网站的保安等等 去预防人家嗨进去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 我们在做疫苗申请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看到 比如说 要你去确认一些图像等等 这些都是 你会觉得很烦 或者有些时候 他要让你登录的时候 会要再发一个验证码到你手机 但是这些 我们所谓的双向确认 都是保护我们个人财产的一个 最好的方法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从他们经营上来讲 因为他们不用把太多的资金 投入在线下的店面 或者是那些员工身上 所以更多的资源 可以被集中在线上的服务和保安 所以他们的 不管是伺服器 就是所谓的server也好 还是所谓的网络 这些的等等 这些保安都会做得比一般的数码服务 或者传统银行的数码服务来得好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APP 那只要你不是用一些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越域 就是说你的iPhone 你的安卓手机 都是正版原装的话 都不会有太多问题 那讲了这么多好的呢 我讲一个大家比较注意的 就是从这方面出发的话 最容易得到你的资讯的 还是那种我们所谓的 社会工程 也就是说社会工程 可能有些人会打个电话来骗你说 哎 我不好意思 我不小心发错了一个 TAC Code到你的电话那边去 你能不能给我那个号码 这个是第一个 但凡有人用WhatsApp 或者是用简讯打电话跟你说 哎 我要跟你讨一个号码 这个时候你尽量的 就不要去理这些人 对 有点像现在很流行的 这些诈骗的手法 对 没错 然后这种呢 这种是所谓社会工程的诈骗 这种是连银行 传统银行或者线上银行 他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 就是你会看到一些钓鱼网站 钓鱼网站就是说 他把那个网址 还有网页是做的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然后网站呢 就是那个名字 稍微做一点点改动啊 加一个分号啊 什么这些 这些都是民众自己 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的 那如果说我们把 这几个因素都排除的话 可以说线上银行 其实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 但是可能需要的 很多的这些 比如说在手机的 这个程序上啦 可能要比较 他的要求都会 会不会要求比较高一点点 嗯 他对你个人的那个要求 因为我们一般发现到 会有这种资料外泄 或者是被黑被骇客侵入的 这些手机应用里面 都是因为他去在那个手机上面 安装了一些 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软件 这一点特别是安卓手机 会比较明显 因为苹果手机在这一方面 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在安卓手机的话 因为它比较开放 它让你说 你要自己下载 什么样的软件都可以 那这些软件有些很多时候 都是常有一些木马病毒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一点 嗯 OK好 那么Dr.Nol呢 我们就看到除了AASIA Grab Shopee 这些金融企业 他们在申请执照的这个名单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金融企业的加入 像之前就有看到Petronas有加入过 后来呢 证实他们已经退出了 可是就还有一些其他工业方面 或者是一些大马合作社 他们去组成了一个这个财团 也来加入这个竞争职 然后进调 对 所以就是很好奇 就是他们之中呢 是谁的那些胜算或是基本盘 比较稳当一点 就是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嗯 这个这个很多人他们在探讨这个课题的时候 他们没有从侧面的角度来来探讨 因为你如果单纯只是从金融 或者是那个财团的那个实力 大家才财熊四大的话 你其实很难从 单纯从钱和那个资产的背景来判断 那你从科技角度来判断的话 他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基本上已经是各个行业的基本标杆 所以轻融行业呢 又那么巧 其实是各个领域或者各个行业之间的一个壁垒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壁垒打通的话 不管你看像亚航的话 他们也要推出自己的big pay 然后grab自己的big pay 那他其实就是要打通这个壁垒呢 把他里面所有的钱在商机和钱呢 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啦 这一点我们在之前那个电子钱包大战的时候 你已经闻到那个硝烟的味道 然后你这一点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呢 那你第二个握在手上的底牌 其实就不是你的钱 而是你拥有的用户数量和你用户数据 这些用户的行为数据 对 这些行为数据这些大数据呢 就是用来评估你客户风险最重要的依据 那就算说国防让你们自由发挥都好 那你自己背后你的这些精算师啊数学家 他给你做的一个模型呢 你这些东西都是你传统银行没有办法得到的 传统银行绝对没有办法拿到 我在虾皮上面的购物记录 对不对 这个是肯定的 他也没有办法得到说 我在grab啊 这些出勤打车跟叫食物的这个记录 他都没有办法 所以你这个也就是说侧面证明了 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多 包括像雷蛇啊这种电玩公司 他们都有这个胆量 这个胆色去竞标这张执照呢 就是他们的底级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说更多不同行业里面呢 利用金融行业的这个作为桥梁 来擦出更多的火花 那回到国有那个问题啊 国有最主要会加入他们有一个电子钱包 叫做Settle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也一直积极的布局这个石油以外的产业 我最重要的情况 我从业内人士的话 我们是觉得Settle本身的市场占有率 并不是太高 所以他作为一个电子钱包的话 他除了可以让你在就是加油站打油的时候可以复缓 比较方便 对比较方便一点点 但是你在加油站拿手机出来 好像也不是太妥当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就觉得说 他其实找不到一个突破点 然后官方的口径是这样的 董事部在经过多方的考量 他在后疫情时代 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后疫情时代什么时候来 那整体石油或者原油产业情况不明朗的情况下 他就需要搁置 但是我觉得说国有这一次 他们在数码转型方面并没有加入银行业 或者金融业这一块 在这一轮对他们来讲不是最佳时机 不过以他们的实力 下一轮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机会的 好那对于民众的部分呢 董哥拉你觉得我们平民老百姓 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比如说要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防范 其实像你刚刚已经讲了很多 比如说Android手机的用户 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或者是在密码方面 因为我听说现在我们的IC 现在要转成一个数码的身份了 就是用一些真务科技 就是用我们的 Thumbprint 我们的Fingerprint 还有我们的可能 未来可能是我们的红膜 或我们的Face ID这样子 那这个数码银行是不是也需要 做到这一块的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呢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 那我们平民应该怎么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好 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很多人会误以为说 你的红膜 或者是你的这个纸膜也好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做你的密码 这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观念是错的 这些只能来作为你的 Two Factor Authentication 就是所谓的2FA 或者是你的多重认证 二次双向认证的其中一个 它不是绝对的 因为你要作为密码的先决条件 就是两个人的密码 可以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跟 比如说我跟GIN好了 我们两个人 我们的User ID 我们的用户名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密码可以是相同的 但是你如果用瞳孔 或者是用这个指纹来作为密码的话 那它先决条件就是说 你的这个指纹 是每个人的指纹是独特的 独一无用的嘛 对 你的指纹只能用来做你的用户名称 而不是用来做密码 因为我跟GIN的指纹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用了指纹做密码 那我的账户就非常的安全了 非常的深入 这个是错的 不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对我们普罗大众来讲 你必须要去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懒惰 我们很懒惰画密码 我们常常会觉得 寄一个密码就够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都这么懒惰的话 那AI比我们勤劳很多 对 所以 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说 你尤其是企业用户 企业用户因为 我们要记得密码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都不要去换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第三方的APP 它会帮你做密码管理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用的 很多人会觉得说 对 我的密码全部管理在一个地方 如果我这个不见了怎么办 其实不然 这些帮你保管密码的这些APP 其实是非常有用跟有效的 这个大家可以考虑去 但是很安全 是安全的吗 对 安全的 因为他们 他的工作就是帮你保管你的密码 所以他只需要让你的密码变得很安全 那他的任务就完事了 对 他跟其他的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你的浏览器来讲 你的浏览器是帮你记得那个密码 他的工作并不是帮你把你的密码加密 或者是保护你密码的安全 但是那些第三方APP的话 确实让你 他他要帮助你保护你所有密码的安全 所以他们在保安方面是非常的严格的 所以每三个月换一次密码 还有那种 比如说经常用Reset Password 忘了密码再重新 要求一次那个密码 这些都是很有效 而且非常简单的做法 我就常干这种事 因为我常常忘记我的密码 没错 对 我很重要 等一下跟多哥捞哪一项 这个APP 对 好 跟多哥捞呢 就是这个数码银行 未来有没有可能 会把这个传统银行取代掉 很重要 来世送中的 每一次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一般来讲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这个取代的过程 很多人会觉得说 它是一夜之间的 好像说我们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那个胶卷 底片的摄影就这样子不见掉 然后不知不觉中 我们的那个报纸 纸媒也就这样子没有掉 然后大家不然也就不看电视 对 没错 所以它比较不像是一个取代的过程 而比较是像一个淘汰的过程 因为你从服务的角度回去看 对不对 其实数码银行 它哪一点可以颠覆传统银行 没有嘛 它就是换了一种形式来运行 但是你在疫情的推波助澜下 你会发现到 一波好像也真的没有那个必要 一直去银行排队 然后你现在会觉得说 银行逼你去排队 好像就是一种很多余的行为 比如说就是为了去签个字 或者去按个字 而且会加剧人群 这个群聚的问题 对 没错 所以真正想办法给用户提供 最好的企业呢 最大化他们的收益 所以是各个不管是传统还是线上银行 必须要去做的 但是因为你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的话 任何一种传统产业呢 它会被颠覆 其实在于传统产业本身 它排斥这个 你这个进化的过程嘛 所以你看 加入战局的多半就是以互联网起家的 所以他用互联网模式 互联网思维 让你可以不要出门 不必出门的情况下呢 再加上一些原端技术啊 大数据的驱动 然后人们真正发现了 我没有去实体银行的必要的话 那实体银行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它就这样子被淘汰掉了 但是可能实体银行 会不会也是趁这个机会来转型呢 可以 也可以 但是以传统产业 我不要一足甘打翻所有的传统银行啦 但是以传统产业他们的个性来讲的话 最终我估计或者我预设可能就只有20%的银行可以顺利的就是 进一进到下一个数码银行或者纯数码银行这个阶段 要不然的话大部分他会以一个混合的模式存在 也就是说他大量的减少他线下银行的一些运作 然后大幅度的加大他数码服务的范围 这个是可以的 那像我本身我其实是很爱用 所谓的这个电子钱包 或者电子类的这些金融商品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太方便了 而且有一个手机就可以就是全世界跑 然后你也不怕说 我不能够没有办法转账之类的 那我想要知道一下关于这个数码银行方面 对于一个消费者像我们本身来说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或在使用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的个人资料 会不会要怎么样更小心 才不会被一些不法分子所盗窃啊 或者遇到骇客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数码银行的话 他跟传统银行比起来 他更加安全的地方就在于说 他已经不需要跟你要一些 比如说你的个人资料 你的那个所谓IC 你的身份证副本这些 所以一般上 你如果说你担心的是说 你的资料被第三方 就是银行里面的员工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agent 所谓的经纪人他们去拿来 然后去打电话给你兜售一些产品 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 因为你这个就是他 他本身系统设置的一个问题 然后但是我觉得从数码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银行里面的员工要获得这个资讯的方法就更难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其实只要注意到说 你自己像我刚才讲的 经常换密码 然后也不要随便说 有任何人来跟你要一些资料的话 让他给 那你密码也不要设得太容易了 比如说你的出生有越日那些的话 然后他如果是 我用iPhone做例子来讲 你如果跟你的手机做绑定的话 然后你一旦手机遗失了 你马上启动那个追踪模式 或者把电话锁起来 然后基本上你的个人财务这些 我觉得都非常的安全用数码银行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说万一我们的 我不晓得密码遗失了或什么之类的 那万一我们的 我不晓得ATM 他会比如说可以四三次 他就会被锁住 那数码银行他操作上 operations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他重新更新我的密码 有没有说一个顶线 不可以更新几次或什么 诸如此类的一些限制 有吗 那他一般上是这样嘛 比如说你用脸部识别的话 他可以用脸部识别作为你一个 登录的第一点 就是你第一关你要可以登录 可以去查你的账户的话 他要脸部识别就可以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 他要你批准你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设定小额交易的话 只要一关就好 就是说你只要按OK就可以 然后比较超过一个数额的话 那就用Tag 或者是说你比较担心的话 他可以发一个电邮到你的电子邮件里面 然后你在电子邮件里面 OK你确认了你要进行这个交易 因为你的电子邮件本身还有另外一层保护 重新request 然后重新再要求一个新的验证嘛 所以这几个机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的交易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 好那么最后Dr.Long想请问你 就是我们看到在马来西亚 MVM在2019已经提供虚拟货币交易 他们是接收这个比特币还有以太币的货币 所以就是未来呢 这个虚拟货币会被成为数码银行进行交易的一种方式 那很多人你提到数码化的话 那你一定会去想到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嘛 因为你很直观的就会把它们连在一起 但是他比如说像Mbank的话 他那时候是跟一个交易平台叫Luno合作 所以他如果说数码银行 他们提供这一类的服务的话 其实也只是说从服务上来讲 给用户另外一种方便 然后从我国的角度的话 因为那个证券局也好 还有国家银行也好 我们都很严格的在管制这些货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流通 还有它的交易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你如果单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会说把这个提供为一种附加服务 就是让你在投资里面增加各种不同的 这些所谓的数字产品的组合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说你真正要让它变成一种 像我们现在用的马币 这种流通性的货币 可以让你去买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算它可以让你用 比特币去付款或以太币去付款 对方要不要接受这个币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对他存在的问题不太是说 他愿不愿意去提供这个服务 因为从技术上来讲 这跟第三方连接的这些 不管是说跟以太币也好 或者说它跟一些财务管理的APP连在一起 技术上来讲是非常容易办得到的 所以它比较多还是在于说 有没有人真正需要这个服务 有的话我可以开通 但是你自己要负责 最主要还是看市场 你能接受这些服务 对没错 准备好了吗 那我想问一下 德德拉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直都在准备 就去观望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就常常用这些数码银行 因为它的利率 就存款利率会比普通银行高的比较多 对 哦高很多 你的存款利率 你的定存利率 借贷方面会比较 比较人性化 比较人性化 借贷方面会比较人性化 也就是说像我回到我之前的例子 你如果是一个职场小白的话 它可能一般银行连个三五千块 它可能也未必越一筹 对 甚至于说你要办你人生第一张信用卡 也不知道要从哪里来 所以这个是 而且你今天需要一个信用卡 并不是说你真的需要里面的那个信用额度 而是你很多时候你要去 你要申请你的其他的贷款啊什么的 有像一个贷款会比较好 今天非常地开心 也都得了来加入到我们生活哪里问题 来跟我们讨论这么多 关于数码银行的这个趋势 谢谢都得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好 下次见 拜拜